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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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很多地方都有 但是如果說起幾個階段 特別是文藝復興的時候 你就不得不提佛羅倫斯 或者譯得比較古雅少 就是斐蘭翠 斐蘭翠 裡面特別是那個重鎮 Ovizzi的Gallery 就是這個博物館 其實這個博物館後面 也有一個藝術的歷史 所謂的Landmark 所以今天MC人在這裡 我們可以找到一位 有第一手經驗的朋友 去跟我們介紹一下 究竟裡面有什麼值得去分享 但有一件事 我首先想在這個節目 獨家訪問你 因為這個真的是獨家 大家前一陣子 都會見到香港有少許圖鴉 這個圖鴉 就不是大家現在看到這些 很流 亂來的那些 By the way 我剛才說 我很奇怪 在羅馬都看到這些很流的圖鴉 我也不明白 那個是藝術之刀 怎麼可以在街頭出現這些 水平那麼低的圖鴉 為什麼呢 其實越藝術之刀 越受藝術衝擊 有這個好玩的 可能更加受到一些假的衝擊 才能夠顯得 是的 但是我們說的一件事 就是一個 在現今的藝術市場上面 相當之有價值的 Space Invader的銅鴉 其實他的身份都很神秘 如果他在香港在場的話 我們當然不會做這個節目 但是至少他離開了 我們都有少許空間去講講 究竟他在香港做了什麼 因為最近就有傳他來香港 其實就有跟開現在的 新媒體的藝術世界 就知道 就已經是 例如Space Invader 他們是用自己的社交媒體 來發佈作品的 最近在可能一個月或兩個月前 他發佈了一個系列的作品 竟然取景就是香港 因為他上次來 已經做了不少的空洞 因為他 使他一點說 現在世界上 這個街頭文化 最貴的就是Bengsy 英國的Bengsy 半知道他是誰 大家猜猜 Bengsy就是第一 Space Invader 在世界也是第二 他很眷顧香港 因為其實如果認真 他就知道他每一個系列的變遷 都是以香港這個城市 做第一次發佈會 是嗎 是 他對於香港有一個特別情感 他講得明白 他由他最初九十年代 美二千千禧年後 開始做作品 然後來過香港 每一次來香港 又有新的啟發 之後新的系列 就在香港做發佈先 只不過可惜 他在香港做的作品數量 就比其他大城市的 就不較多 那就未出地圖 通常他每做一個數量 就會出一個當地地圖 出一幅當地的街道圖 香港產得多 所以數量不多 但是牽涉到他 其實有一兩個問題 都值得這裏跟大家講一講 其一就是 在香港 如果他做了之後 會不會先拆 正常來說 今時今日 我自己報過 我在這裏 在街口 應該是 蓋住了 我拆了 我那天 跟技術人員 我知道了之後 我們就走下去 拍了一段東西出來 很多人看了一段東西 沒多久之後 因為我們拍了 可能知道了 然後就不見了 不懂貨 其實那些地產大集團 應該就開一支小隊 再去這些地方敲一敲 其實你這個牆牆 貼了一塊東西之後 貴了幾十萬的 是啊 那個人真的不知道 那些什麼物業 什麼地產那些 其實他們手下這麼多人 平時在街上站著 沒什麼做 不如就跟著街頭人 文化藝術 隨時殺出一條血路 第二個問題是什麼呢 做這個圖鴉 好像他那樣做法 那個難度高不高 難度非常之高 第一件事 你已經是 你要知道 現今的人類社會 怎麼看這些行為 先 因為它仍然是屬於非法行為 所以就 你不只要做藝術創作 你要避開執法者 很多 去到人類社會 好像今時今日就是用電子眼的世界 CCTV的 是的 你要非常小心 非常小心 基本上你要做到有價值 有趣味 和環境有高度互動性的作品 是要高度有組織的 但是我看到有些 就直接在山坡 或者幾層樓 那些我相信 都算過 不是 所謂Random的選擇 他是能夠容許 如果認識那個人 讓他做 譬如有十個人 想請他做 他都會選擇 最難度最高的那個 他會計算 還有一些大家 未必認識的 那個藝術部分 其實他除了做的作品之外 他還有一個攝影師 每一次他的作品 在哪裡出現 那個攝影師 就連同那個城市 去拍照 所以其實也是一個城市紀錄 OK 這是一種新型的藝術創作 剛才你說的試繪 譬如現在 這類的作品 那個市價是怎樣 你上次早幾年 Space Invader 特別講講香港 被政府起了那幅 都好像拼取到二百萬以上 而 以這麼新 比當代藝術 更新的藝術 因為 新到還未定義的話 是很厲害的 如果那些人 幾百萬買一幅假的字 即轉手那些 畫到刀到這麼大 然後轉手那些錢 他都 都要有個譜 但是你 街頭藝術 畫完在街上 就畫自己是藝術家 其實還未有個譜 是的 以前都嘗試炒過的 譬如阿鄭做彩 但是 大家知道 無以為計 怎麼說呢 因為你要出去 跟世界撼過之後 真的才提起價值 現在賣的那些就是精英那些 是的 剛才MC人最想的那句 就很精靜 要跟世界撼 你舉個例子 譬如說 你某個國家 他現在經濟能力 大國崛起了 他強了 他炒得起 但問題就是 你可以想像一件事 就是 當這個經濟實力 稍微衰落一點 或者過了的時候 那這些藝術作品 還可不可以 好像現在的今天這麼風光呢 因為有先例可緣 譬如當年日本也炒過的 炒炸盒就焦了 是的 他如果炒當時當地 那個社會的產物的話 通常那個文化藝術價值 其實未真正要入樓 你入樓那些 就是你 除了藝術價值 市場價值 還有一套精神價值在 還要是 譬如說回意大利 他是打仗去搶他的東西 即是沒有價的 那個無價是怎樣分呢 這個就真的要大家推開 好了 那他有一個正題 那他今天就 就是 MC人就很熱衝 講OVC 其實可以去那個 就是電腦的版面 即是我們那個 維基百科那裏 那裏 裏面看不到一些畫 不過起碼大家給一個印象 就是那裏怎樣 簡單來說 我自己的經驗是什麼 就是你去到整個佛羅倫斯 或者斐冷萃 整個城市都是博物館來的 博物館之中的博物館 就是這個OVC 所以有些人就說必去 但問題就是 譬如說你在很短時間之內 這個例子 我們所謂短的時間 可能講幾天 你吸不吸收裡面的精髓 我告訴你是不行的 一定不行 尤其是你沒有一個基本的 藝術知識的背景 所以今天MC人可以講講 就是說我們有兩個代替的 其一就是你去看的時候 那個心態怎樣 其二就是如果在這個 我們想像 在這個16世紀的時候 即當時的人在這裏 其實他們在做什麼 那你在歐洲的時候 有沒有接觸過這一類的經驗呢 例如你法國 你讀藝術 那在OVC 那個時候 有沒有一些精神上 或者一些經驗上的接軌呢 基本上是歐洲的藝術教育系統 就真是很複雜 但是呢 去到最高層次的 你就知道真是那些最高的學院 那佛羅倫斯 就是佛羅倫斯 是精英中之的精英 即他一般人理解就是一個博物館 那如果你深層的理解就是 那間館從事是博物館加藝術學院 那就不只是展示最後作品的地方 而是那件事 或者每一套學說 每一套技術 在那裏發生的 那就是說 你要看那些人的創作過程 就在那裏 所以最好的工匠 最大師之中的大師 就去那裏 或者想要去跟那些大師學習 或者去覺得自己很厲害 去跟那些人撼下的 全部就是這些雜山地 那在人類幾千年而已 這個文明裏面 曾經能夠擠到精英之中的精英 這個都算是 Yofushi 都算是很厲害 很厲害 他表面上你上去上網看 他就說 世界上最多人去最旺場 最多作品的地方之一 但是真正我們理解 世界價值就是 他能夠產生到的理論 或者影響世界的作品 結束背後那套教育 那套教育的價值 所以你看到 他打仗被人搶光的東西 打仗會去搶東西 那些一定不是股票行 是 是 珠寶行都可能 但是你說去到最高價值 或者近幾次世界大戰 都要保持著 就是這些無價之寶 那套教育就是一個很清晰的 他由那些東西 在哪裏想出來 在哪裏想 那個做法 接著怎樣施圖傳出來 那套技術最後被陰點 或者選中出來 展示給公眾 這個人類最高價值 他那裏由頭到尾都輸出來了 是啊 剛才Nam 雖然說 有兩個項目我想再補充一下 但雖然說戰和 第一次世界大戰 當然不算 因為當時意大利是戰勝國 參與的程度都不是 都是中後短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這裏呢 就是保存得到 都不必算奇蹟 但是那幅最後的晚餐 是米蘭那幅呢 就當時幾乎 幾乎是整個場地都倒閉了 所以呢 那個打仗的時候 究竟大家有沒有計算過 這些地方不要炸 這些地方我們要保留它 這個也是一個 值得大家去做research的題目 舉個例子 譬如一個的希特拉 一個不小心 他 嘩 我都輸了 我和你炸了 事實上有些話是燒了 有些話是燒了 在納粹黨的影片 第二呢 我就最近呢 我去之前呢 我看了一段片 原來當時 希特拉和麥索里尼 有些神秘之爺可以講一講 第二樣東西呢 就是MC人呢 就剛才提到 就是無價之寶 你說現在它估值呢 舉個例子 譬如說 Ovisi這裡估 它究竟是值多少錢呢 是沒有人跟你估 沒得猜 就是它的影響就是 影響了人類的未來 在當時的 文化中心 它在那裏發生的事 在各個範疇都影響了 人類的生活 現在的生活 就是我們一般人理解就是 擺一下畫 擺一下雕塑 有一間建築的房間建築 但是在我們的理解 我個人的理解就是 那些三行東西 那些就是影響了 由上層至下層人類的生活 的所有東西來的 是啊 還有呢 你剛才提到的那個 就是三行東西 因為我去羅馬的時候 我們都體驗了這件事 就是 它將一些 譬如在羅馬掘出來的 古董或者那些雕塑 放在一個現代的博物館 跟我在Ovisi看的感覺是不同的 不同的 Ovisi是那套技術在那裡出來的 是啊 所以我們就講講一個 技術的問題 技術的問題 有一個我們輕輕在這裡提一提 那我們的神秘之夜 將來會再講 就是 譬如剛才我們現在 我們看到很多這些畫 這些畫 它裡面有很多密碼 是 不是你現在看一幅畫 你看到現在的美女 它是愛散的 就是 如果你一看裡面 很多東西 很多東西 在製作上 在創作上 在表現上 在表達上 全部都有一套 非常之嚴謹的故事在後面 在每一個作品裡面 那除了剛才說 你表現嚴謹之外 也是受制於當時 教廷的審查 絕對 就是說在有限的題材下 玩到多少東西 是啊 那如果你不明白這個 製作的限制和這種困難 你就可以想像了 你現在在羅湖橋以北 你要唱一些東西 你要做一些藝術作品 那你又面對一個審查的制度 那你怎樣跟它周旋呢 你怎樣在紅歌裡面 串些秘密 秘密 秘密意思 是啊 所以如果大家去看這些畫的時候 不要說 我去看過 打一張卡 其實你就要看一件事 就是這些畫很耐看的 很耐看的原因 第一件事 它那個技術的水平相當之高 每一個細節 都很考究 其二是什麼呢 就不是你看到表面的東西來的 是 你越看可以很多層 很多層次 甚至如果你誇張一點 你放X光進去 你會看到一些畫 那些畫出來的 絕對有的 絕對有的 但如果作為MC人 他的專業 我們可以講講一個問題 就是 在技術方面 如果譬如說 我們去到意大利 去到特別是法蘭斯 去到Ovisi 其實我們最重要 在藝術史上面 那個技術的突破在哪裡 哇 其實它那裡是幾代的技術 都在那裡產生 然後那些勁人又在那裡產生 勁人和那些勁人在那裡困 譬如簡單來說 我們看到一幅油畫 一個正常 我們一個普通香港市民 去到歐洲的博物館 你看一幅畫 就看到一些東西在那裡 有些人在那裡 但是當 譬如那個導遊 通常有一部耳機 解釋 那些人怎麼 講一大篇文 背下人名 背下作品名 年份 藝術運動的名 就是這樣 但是其實有很多簡單方法 譬如一看一幅畫 你第一件事想 它怎麼畫 當你想回幾百年前 人類沒有電燈的時候 它靠一支蠟燭 靠一支蠟燭 靠一支蠟燭 然後叫那個魔徒站在那裡 站盡都好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都要休息一下 那靠一支蠟燭的燈光 你怎麼可以做到一個掃描 做了一個底子之後 再變成現在那幅畫呢 你又在想著 沒有打燈的情況下 那些人的樣子 那些全部從哪裡來的呢 就是所有表現 所有藝術表達 或者表現的技法 在最基本的東西 你會在意大利的銀術座 你會看到他們 非常嚴謹的進化史 究竟在左邊打燈 還是右邊打燈 在上面打燈 還是有個 假設有個太陽那麼厲害的光源 照在你畫裡面 因為有些畫 你看到有幾十個角色 好的 就找十個八個模特兒 做每一幕 每一個細節 因為他們不會一次過畫一幅畫 他們有很多幅細畫一起 還有每幅大的畫 是由師傅帶領一對徒弟 就在牆上 或者在很特別的表面 那些表面全部都有根據 泥的牆 石的牆 布的表面 然後用蛋彩 用油彩 全部都有整套技術 因為如果你做得好 那些貴族就養起你 去幫他畫他的宮殿 那你就不用找工作了 基本上 如果更好一點 就是你變成名牌的時候 就有另外一個 你變成一個貴族 所以在人類 或者我們叫做歐陸的文化 或者文明裡面 這個藝術空間 是非常珍貴 而最厲害的人 最厲害的意念 最厲害的技法 最厲害的拆鞋子 你不能拆拆權貴 你都沒有用 就是在那些地方 那你可以可想而知 就是我們一般人看 你是一個人對著一幅畫 但是你想回 它當時是如何製作 你就會明白很多 你提到那個打燈那裏 我自己感受很深的 我荷蘭看一次 又領略到這件事 但意大利又領略到 尤其是這個卡拉花ジオ 卡拉花ジオ 是的 它打燈那裏怎樣呢 有一幅畫 荷蘭有時候我看過 那是它可以有些蠟燭 應該說一講聖Peter 是 直接感覺到 好像現在我們看電影 打那個燈 對 有暗的部分 當時我已經在想 當時沒有電燈 它怎麼做出來呢 這個效果 很複雜 是很多層很透明的油 一路一路油上去 先在平面畫立體 還有光暗效果 譬如這幅畫 亦有很多評論 亦都牽涉剛才我們講的問題 譬如這部份 它畫的沙出來的感覺 即是飄沙的感覺 這個就是技術的 怎樣畫一些物件的質感 這個是最難的 下去都是只有畫的材料 你怎麼可以畫到其他物件的質感呢 這個也是整套技術 這幅畫亦有講的地方 有些人就懷疑這幅畫就是達文西很早期的創作 因為有些東西 它就甩掉了 舉個例子 譬如手那一套 它的比例不對 但近年發生一樣 這是所謂anamorphism的技巧 原來你看這幅畫 你看這裏是要站在右手的位置 就是已經有一個文化在裏面 又或者我們這些最大師的大師 它附身可能研究幾套理論 但其中一套最重要的 你看達文西的所有畫就是 你站在哪個位置看哪個世界 呈現了什麼的世界 這個很重要 所以那個創作的過程 就不像我們看得那麼簡單 其實是那個意念很重要 後面很重要 很重要 你想想去畫畫 現場那些大師畫 就有幾個人的model 比你做近的景 那你外面那些景 那幅畫後面的室外景又怎樣 怎樣畫出來呢 近的東西和遠的東西又怎樣畫呢 怎樣表達出來呢 這些全部都有一整套的理論在背後 跟著有整套技法 跟著一代傳一代的師徒這樣傳下去 剛才你提到那個視覺的問題 很著名的一件事 就是在這個文藝復興的年代 就發明了透視 就是看到透視這件事 透視這件事本身 其實是否在文藝復興之前是沒有的 不是沒有 而是以前的人怎樣看過世界呢 跟著到文藝復興的時候 他們研究究竟 那個世界是怎樣被我們看到出來 那我既然看到我每一個人的雙眼 我怎樣令到其他人都看到我看到的世界 又或者世界從來都有一套共同法則 去被每一雙眼睛看到 那這個透視的發明 是不是藝術那麼簡單的 它是說有哲學 有科學 有整套東西的 而在當時的人類的精英裏面 能夠表達到這些理論的 通常都是藝術家或者工藝家 那如果譬如你自己 以一個藝術創作者的角度 那個透視的學習 對你的影響有幾大 那個是基本來的 整套西方世界 整套西方的藝術文明 現在都是 基本就是說 西方怎麼看世界 就是人體在一點 世界圍著它 透視就是那一點 然後兩隻眼睛 但是如果根據這個說法 就是很個人主義 不是個人主義 反而是觀點與角度 它提出了觀點與角度 就是這麼簡單的 即是你站在哪裡看 跟你站在別的地方看 是看到不同的東西出來 是的 即觀點與角度 這一點是存在的 是的 那東方不是的 東方是走完山之後 回來對著白紙 想到什麼 是背出來的 是的 真的嗎 是的 東方畫 他們的藝術畫 是憑空想像的 異景的畫 但是西方不是的 西方是講觀察的 是讀出來的 待會我們再再 回來的問題 但我自己 當時看到這件事 我有一個 就是剛才你的比較 我想到一件事 就是 如果你去到文藝復興 甚至我想到現在 西方藝術整個動機 或者動力 他要填滿一張畫 即是 他不知道填滿一張畫 是所有的空間 他盡量 因為你去到看到 譬如這些博物館 或者所謂Domo Basilica 這些 全部有細節 是的 全部有 這個動力很強 就是他不想看到一些東西空 但是如果你去到很極端 譬如日本 給你少一些東西 其他東西是空的 再舉個例子 畫一幅畫 他可以直接畫一個圓圈 是的 這個是東西藝術的最大分歧 或者分野 因為西方就是畫畫布 或者畫紙 或者就這樣 總之在那個框 那個frame裡面 發生的所有事情 就是那個世界 那個世界有的 他就不會弄到他沒有 如果世界沒有的 他也不會弄到有 而東方 東方的世界 你想出來 西方的藝術世界 是閉眼想出來的 西方的藝術 即畫布裡面的藝術 西方的藝術世界 是用睜大眼看出來的 是的 那這裡有個題外畫 剛才MC人提到 就是 咦? 他外面那個世界 是怎樣的時候 你要想像 如果譬如在東方 特別在中國 那些文人 就去到看原 譬如去黃山看原 是 有些很厲害 那時候叫做什麼 照相識記憶 他回去 畫出來 他跟你講的是 意境 是的 你明白的 意境 通常那些 就是中國藝術家的意境 就是每個人都醉了 醉了回來 所以那些意境都差不多 那為什麼 就是文革鳳京的時候 你看到很多 比如這些感覺 給你講 Studio的感覺很強 就是 因為當時那個油彩 他還沒做到出去 就是說 我帶著一些畫 彩手出去寫生 這個就要到的是 印象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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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做的那個什麼呢 就是 因為有了這個條件 我就可以帶著畫板 帶著一堆板 帶著一個畫彩 我去到見到 雲屋的時候 就是那 講那一兩秒 我見到 這件事 好像我拍了一張照 我跟著 光影顏色 那以前 就是 最基本 大家要明白的 就是世界是否真 像不像 畫不畫呢 攝影之前 只要有攝影之後 就不算了 攝影之前的時候 真的是光影 那你去到再幾百年前 你想想 在文藝復興時代 中國人的藝術生活如何 你就明白 當時在這些精英的地方 意大利 大家明白 真的不能 如果大家對藝術有多多少少 少少都好 這些地方是一定要去的 因為 它最 人類的藝術 重要部分 在那裡 是 孕育的地方 嗯 所以剛才 你說到那個 譬如那個 畫彩的 那個 即 那個 發明 技巧 技法 或者材料 所有東西 最精英的地方 所以現在 反過來 你要買 有些瓷磚 嗯 畫壁畫的底 意大利 仍然是很強 很強 強國 甚至當時 是自己混合顏色 一定是 蛋彩還要 總之 去到今時今日 我們叫三行的東西 但那幫人 是發明技術 發明了所有細節的人 嗯 只不過他就不去 服務普通市民 他們服務最精英的 所以就除了有 建造最靚的屋之外 還有最靚的屋裏面 最靚的娛樂 是啊 那講到那個 那個顏色那裏 當時 如果他畫這幫人 是自己混合的 一定自己混合 自己混合 這個就造就了 為什麼後來 如果要收這些壁畫 特別去近代 為什麼能夠 即是估計 會追得回呢 就是 因為他看回那個顏色的紀錄 就知道哪一水人 有什麼 在什麼時代 他們有什麼 就是那個技術的水平去到哪裏 他理論上 他不是看到那幅畫的顏色 因為現在很麻煩 那為什麼呢 有些畫呢 特別是最後的晚餐 原本那幅畫是什麼顏色 是要猜的 要猜的 只是猜的 原本那幅畫是什麼顏色 還要那個藝術本身想著 那幅畫是什麼顏色 又要再猜多次 是啊 但是有什麼基礎 去做這個測試呢 就是 咦當時有紀錄 達文西買過什麼東西回來 他怎麼溝發 他有紀錄 化學工程式的工作 是啊 記上人我們不休閉了 因為 實在太多話說 我們直落 那你就在法國那邊讀過 藝術學院 藝術學院讀過 你自己 可不可以想像 當時在文藝復興的時候 那個藝術學院是怎樣的 學院 學院第一件事 就不是學校 那 我也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藝術學院的最大得益就是 都很不知道 或者說過了 都不要緊要 就是我第一天入學的時候 就全校的學生 出來了一個禮堂 或者是一個科 然後校長就見了所有人 就說 讀藝術呢 或者藝術學院 不會令你成為藝術家 講得明白的 賭米的 但是 那些人就會問 那讀藝術有什麼好處 那讀你做什麼 是的 讀藝術的唯一好處 就是 令到你分辨什麼是假的藝術 這個是最重要的一個點 當你明白了這個位置之後 你就明白 如果你真的有心進入藝術行業 第一件事是不能騙人 因為那些人讀 是讀不讓你騙人 那怎樣成為偉大藝術家 然後還有很多東西 講技術、技巧 你透過那些技巧要講的東西 那接著還有很多因緣祭會 但是基本上學院 學院跟學校不同 就是 學校譬如四十分鐘一課 那些學生都散了 學院呢 就學校譬如五點鐘打鐘之後 學院就不是走的 那些人不走 他自己在鬥那塊木 就自己在鬥那塊木 他師傅叫他鬥石頭 那就要慢慢開通宵 那學院就是 就是一個工場 的技法 實踐 直接做事的地方 所以 學院你會見到的 就是整件事的過程 那剛才你看到的 就是你剛才那個經驗 我自己也都見到的 譬如在一些 應該是在羅馬的博物館 他就收藏了乾節奴 他後期的作品 是未完結的 他有點近似近代的那一隻 他踏到那個樣子出來的時候 他就說 這個就是 in process 不過我停了 那他就會看到 其實有一個 整個過程 其實是怎樣的 有可能是半塊石頭 半塊 還是那些 是啊 這個我們就可以參與 原來當時 他們做的過程 有可能 其實就不是 他構思了 就是這樣 他其實一邊做 一邊做一邊想 一邊做一邊想著 以前好玩之處 就是以前沒有這麼依賴科技 你一個人對著的 要不就是石頭 要不就是木頭 要不就是金屬 那你是跟他鬥磨 他長命過你的 為什麼都長命過你的 那些東西 你怎樣在裡面 跟他 每天的 每天招值相對 譬如說說到技巧方面 如果你在藝作學院 你們其實要 首先要掌握哪幾類的 基本技術 很大件事 他當你入學的時候 你已經認識了 是啊 他當你入一年級的時候 平均就是大學一年級 你應該認識了 基本上的技術 就是掃描 雕塑 攝影 那些基本上 為什麼會要求這麼多 你不只是畫畫 他在講藝術學院 你要學那些技術去學校 你要成為精英就是學院 他就是預計 你是那幫人本身天生 或者天性 對於那些東西特別敏感 對於造型 就是造型 所以如果你根據你這樣說 不能進入學校 你不要想著 進入了藝術學校 做到藝術學院的事 也不能說 你只有這個藝術學院的經驗 然後走向這些學校裡面 會出事的 通常藝術學院出來的 都是 如果你不清楚進去 你通常出路 出了藝術學院之後 就直接報入精神病院 通常都是的 還有有些很有趣的 藝術學院 有些什麼人轉科 轉得最神奇 從第二科轉來藝術學院的 大家可能少想 是醫科 因為你劏人 跟雕一塊 由零到尾 一樣需要這麼精密的 膽大心勢 少許都不行 少許錯 你都傻 你都瘋 還有很多 其他方面 哲學、道德 其他東西的精神上的分圖 但我不明白 假設你一年級都已經掌握了 你進去還要學些什麼 有些什麼可以給你 新的東西 很誇張 他第一件事就是 他當你 你真的要認識的 他當你試過 你不要告訴他 我不懂掃描 我來學掃描 他不可以 他當你幾歲 應該對於其中一發有興趣 他一定是這樣預設 然後進來 跟其他人是鬥的 即是裡面已經有個競爭的過程 只是入學都競爭 通常我那時的收生率 是一千人收四十至五十個 難怪你說是精英 精英一定是精英 那麼多個小朋友 每個人都說自己喜歡 娃娃有些媽媽 送他去那些什麼小太陽 每個人都出來 他不是說那件事 是說 你不是要做個瘋子的天才 這樣 那個小孩要懂得回答 通常每個人都懂得回答 你講的這個 也有段日事 就是米國安捷路 在他 剛才你說的 是做那些 所謂學徒的時候 就好像你說 在這個學院裡面 大家同期 有一個富家子弟 在他旁邊 也是做同樣的事情 他是恥笑別人 那人家以話不書 一脫摺到鼻子 是啊 是打崩了他的鼻子 是打崩了他的鼻子 其實考維爾納應該是建築學 建築學系 是 考兩次就考不到 那考兩次就考不到 世界大災難 被他考到其實他可以 考到 其實應該寫一個故事 就是當希特勒考到這個藝術學院之後 他會不會都改變到世界 是的 剛才那個技術層面 那如果在那個思想的層面 其實在這些學院裡面 他要求你要思考些什麼 我們最初 譬如說 他預設你 起碼都懂 懂某幾種 譬如這麼多煩的視覺藝術 譬如一入學 學院 他不要求你精 但是起碼你知道自己最厲害 就是用那樣東西 來幫你說話 然後 你怎樣 令到觀眾一聽 用那種方法說話 那個就是你 就是首先 譬如我們在文學 我們講的就是 聲音 很簡單 譬如說我們做節目 譬如說 關了這個機器 你看不到我的月響 你認不認得那把聲音 你認不認得那把聲音 不是純粹說 我把聲音 就是 是怎樣的問題 因為我把聲音 代表我的 personality 是的 如果有人學到某種風格的說話 一聽 是那個人的 那就是那個人的 寫文章也如是 譬如我們以前 譬如做考試都試過 給你幾個大師的文章 譬如說是一百二百字 能不能一看就認得出呢 原來那些大師是可以的 海明威 你一看他 他寫的那些句子的長短 就是他 譬如Falkner那些 你看看 三頁都是不斷句的 這也是他 所以那個字 中文譯得 都不錯 叫風格 那個風字就是 看看你哪個傳承 格字就是 你在那個傳承裡面 跳不跳出來的 那些精英者 剛才你還沒回答問題就是 在思想上 他有什麼 很複雜的 他一預設 他一預設 你的小孩子一入學 已經在技巧上認識 他就跟你說 你會透過你的技巧 塑造一個你的自己 那那個是第一個過程 當你認為你塑造了自己 之後你就拿出來和他撐 撐完之後 撐完之後 再跟你說 有天有地 這件事 然後你搞什麼事 之後 到最後你塑造了什麼 那個就是 就是藝術學院想啟發你 他還不給你答案 你有答案 就不是藝術學院 有答案 這個就是根據你 有藝術的 有答案 就不是藝術學院 你這個也跟做人一樣 有答案 就不是做人 有如此答案 就不是 那個人在做機械人 OK 但是你 譬如說 剛才你提到那個 要拿出來和人撐 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怎麼保持自己的自信心 和 即是不好 沒有 沒有 基本上是 你能不能夠有很好的運氣 去遇到一些具象 就好像我的經驗 就是二年級 然後開始有嚴謹一些的 繪畫班的時候 老師是一個漢學家 法國人 一開始 你亞洲人 你都應該懂得亞洲話 一開始 給一本這麼厚的 法文版高行健 你都應該懂得亞洲人 亞洲話 只要去到最高層 只要轉頭 他四書五經 考你 基本上你去到 原來那個是文化世界 真是一山蠻有 一山高 你自己找定位 自己找方向 如果這樣獨化 你這個人 會不會很焦慮 或者壓力很大 你對著任何一個人 在學院裡面 壓力會非常大 你最好就是自己躲起來 對著石頭 對著木頭 自己慢慢搞 這個就是米國安捷路 那個情況 真的要這樣 你對著一個人 那個人不是看你的人 他看你的作品 直接就 到過都是這樣刮下去 如果譬如去到 這些思想的層面 其實他們會 要求你認識些什麼呢 第一件事 非常誠實的創作態度 你沒有想過騙任何人 包括自己去做創作 這個誠實的態度 是很重要的 接下來就要膽識了 基本上 藝術的生涯 在學習生涯 不要說去到職業生涯 或者什麼 在學習生涯 已經是不停地 以武會友 任何一個人 見到對方 是說 你做創作的馬 就想挑戰 但是 沒有招累 沒有得招累 基本上是過關斬仗 一定是 但這個也是同樣 我看文藝復經 那段藝術歷史的時候 的感覺 其實大家正在鬥 舉個例子 例子 譬如說 達文西和馬國安哲勞 兩個都不信超 是 是 重的都是 唯一一個 就是 每個人都叫生涯 就是Rafael 不過Rafael 看到馬國安哲勞 都不得 都不得 不得 其實基本上是 所以大家其實就是 基本上就是一個流行榜 大家就鬥 就是拿 拿 哪個最高位 我們的理解 都還是 一些巨像大師 現場 每個大師身邊 有四五十個 其實基本上 就是全部連群結黨 然後 你每一群裏面 除了大師之外 那些大師徒弟 都想上位 所以其實很複雜 但是 到最後 有共同的溝通模式 就是這些要厲害 這些要真正厲害 那在藝術學院 做完出來的時候 在現場的藝術市場 其實門路都相當窄 非常窄 市場 已經是一個拆鞋行為 那你在市場裏面 要成功的話 都只是靠最高價值 都是拆鞋 沒有辦法 這個人性使然 對 那對的 因為你看到 在文外福興的年代 偉大的藝術作品 其實後面有金主 是 是 還有他們最厲害的 就是 不拆市場 是 但是 都是 那在拆鞋之外 後面就落藥 因為他最厲害 都是賣得厲害 市場 說你是 以前不是 你貼權貴 你在思想上 影響一些 核心的文化 那你真的要很精英 那個類比很簡單 如果你現在是藝術家 你影響不了特朗普 是的 但是如果 在那個年代就可以 在那個年代就可以 你很厲害的藝術家 你會見到那個皇帝 那 譬如說 那個拆鞋的問題 大家如果留意 例如說李白 私人 那他都拆鞋 那他都拆鞋 即是要拆得才在歷史上流行 生不願風萬戶猴 但願一見韓激州 這些 壞大哥真的還不拆鞋 一定 拆到暈了 這些 好了 那最後一件事 我們想在今世人講講 就是 我自己看完那個 文藝復興的感覺 的畫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 你在技術層面很難超越他 即是他已經去到一個巔峰 就是 除非你一些很細節 或者 否則你畫的時候 你沒有可能去超越 這一班的大師 那這個 導致了後來 譬如說到印象派 或者現代藝術的 或者甚至現代這些 hyperrealism 是不走這個方向 是純粹走一些 所謂gimmick的路線 怎麼說呢 我們用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其實文藝復興 Ufushi這個地方 印育了最重要的人類 其中一個 的產物 人類文明 人類私下的產物 就叫做透視 其實透視是什麼 就是講的 那個世界 他 當時的那幫人 已經這麼精密地研究 那個世界是什麼 那你今時今日的藝術家 除非你帶來一個新的世界 如果不是 所有東西都在他的框架裏面 真的你想的 都超越不到 所以現在的人 就在講自己的那個世界 現在的藝術家 就在講自己的那個世界 我舉個很極端的例子 譬如說 你之前看大文西 無論哪一幅畫 那個例子 還有一些晚餐 其實你要看到很多細節 就是很耐看 嘩 很恐怖的 但如果你看那個例子 你看Mark Rothko 是一群顏色而已 你近看一點點 都要小心 那些可能是靈魂世界 我聽到有些人 就看著 譬如Mark Rothko 你去冥想 但他自己最後都是自殺 自殺 畫黑色的畫質自殺 對 畫到黑色自殺 那問題就是 就是 到了現代這幫畫家 就覺得 我做下去 如果我在他們那個遊戲骨子 基本上超越不到 所以我們要做另外一些東西 你真的搏不到 很簡單 譬如我們去看 任何一幅 迷藝復興的畫 你跟他說 你見到 你這幅畫裏面 有個窗口 窗口外面有個 有個景物的世界 任何人 看到那個世界 都是那個世界 那個世界本來就是這樣 他是真的表現到那個世界 只是透視那樣東西 你看到那個世界不是這樣 他看到那個世界 大家所有人看到那個世界 都是這樣 譬如看蒙娜莉莎 那幅畫 大家在看條女 其實我們研究的 很多人都說 其實是說 蒙娜莉莎 條女背後的大自然 那個世界 而所有人看到 平時真實的世界 都是這樣 這要看一看 後面那個世界 其實還有東西 那個風景 就是那個風景 就是重點 你畫條女 因為那個人是一個聖經人物 你畫條女 就過了骨 老闆會收貨 但是那些背景 他老闆不理 但是其實 如何 表現那個背景 為一個真真實實的世界 而所有人看到 都是那個世界 那就是真的世界 這件事就是他們 那個價值很高 就是這樣 當你 有一班人 已經掛了給你知道 那個世界是怎樣 你怎樣去 提出一些新的東西 去說服全世界的人 還有一個新的世界 這個是大名題 是的 但是剛才我想問 那件事就是 譬如畫到這個文藝復經 完了之後 譬如我們去到 北加索 譬如去到 POP ART 其實我們 我們怎樣去欣賞這些 就是現代藝術劇 就是你如果你看了之後 這些 這些 舉個例子 特別是Andy Warhol 那樣 自己都堅明 不同了 不同了 當然 如果跟回歷史過程 就是 以往的人 或者精英 他看到那個世界 是普通人看不到的 就是繪畫裡面那個世界 但是去到有一件事發明 就是攝影的發明之後 整件事都打爛了 就是說攝影的發明就是 只要擁有一台攝影機的人 都可以呈現到一個世界 就是這個跟我們現在說的互聯網一樣 是的 你今時今已經進化到 只要你有一個頻道 就是有你的YouTube 有你的手機 有一個屬於自己的鏡頭 還有發布的平台之後 你是有一個世界 就是這個世界是變得如此不同的 其實 我們嘗試用我們這行的比喻 譬如如果在我們小時候 我們聽三機 尹芳嶺 楊廣培 或者那邊那個 聽到聲音 咦 很獨特的 那個 只有他才有這個能力 就是他令到你聽他 現在不是的 現在 我無名無姓 我在Facebook跟我講話出位一點 都有人聽了 這個比喻就差不多了 那在這個年代的時候 其實那個審美的標章 亦都要相同變化 其實有些人是變不到的 就是說 我很坦白說 我看文綠福典畫的時候 我很享受 看這幅 佛家索這幅 威龍 這是另外一個理論 就是說 人類這幾個大衝擊 其實是合理在我理解 就是由以往的世界 去到現代世界的分野 其實那個世界真的變了 那畢加索這些畫 已經在說 如何利用一個平面 去講世界 現在在說如何 以前就是 我畫出來像 大家就覺得他如何 但是 畢加索已經在說 他在說另一個好笑 就是用一個二維的平面 怎樣表達一個三維的東西 同時在 是啊 所以你那個審美的標準 也要同時變化 其實我們理解就是文學 哲學 建築 其他社會同時進化的時候 藝術那個感染力 就跟當時當地的人會比較接軌 但是今時今的世界這麼複雜 你要一個所謂的文化人 或者知識分子 才會有空去品嘗這些東西 那這些 Andy Warhol 譬如 Andy Warhol 譬如說 人類的視覺生活 已經進入了 市場主導 消費主導 所以 你看到什麼都不是重點了 因為是在說 誰給你看 是啊 那這些畫 你和我都可以放上去 沒有什麼分別 我們香港都可以 你Andy Warhol最出名的那幅 現在 毛澤東那個系列 全世界說到自己最強的國家 還未能出街 你不明白就明白 你不明白就不明白 但是 如果說到一個很老套的問題 譬如 你相不相信藝術作品有永恆 藝術作品應該不會 藝術本身 它的價值 如果 它的價值如果能夠發揮到的話 它超越永恆的 不永恆都是一個概念 但是這個不在乎市場價值 完全不在乎 那樣東西純粹是說 藝術家的心智問題 市場是說 它拆對哪個鞋 又是誰拆對它的鞋 那樣東西 供諸於世 但是它本身有沒有那個 改變世界的潛力呢 藝術家以致每個人 在潛能上有的 只不過你就是要入對行 是 但是你現在發現一個挺有趣的情況 就是 藝術的理論就越來越多 是 但是藝術作品那個類型呢 又不見相應地是這麼闊 藝術家 相應地我就不知道 只不過 可能可悲你說 以前的觀眾智慧高些 現在要找些高智慧些的藝術受眾 可能越來越難 那時候藝術的發揮 就越來越差 就是爆不起 以你自己的經驗 譬如說 我剛才說了這麼多 對你自己做 做歌或者做唱片 或者做其他藝術 它有什麼影響呢 如果一個能夠比較誠懇 就是很多時間 最好就是24小時 都是相對創作的人 他的心靈上 只要他見到一件事 令到他心靈開放 其實應有一個基本價值 但是問題是 很少這些創作人 同時又是一個觀眾 就是如果你見到一件事 令到你變得更加開放的 其實已經很好了 在今時今日 你可否舉一個兩個例子 你看到一件事 令到你放下自己的成見 就是別人教你這樣看 但是那件事放在那裡 沒有人說過要你怎麼看 而你看得出新角度的時候 那件事就有一點點價值 OK 而你能不能夠用新角度 去發覺世界是你自己 你說這個我們都很同意 譬如我們看很多 在美感上很satisfied 譬如你看到一幅畫很漂亮 但是以剛才那個 M40那個角度來說 這個不夠的 你看完有些東西 令到你看通了一些 生命上的東西 或者世界上的東西 又或者再神秘一點說 有super power的藝術作品 才是真是super power的東西 即如果你看一件品 就是品 就是品 去到最後就是 你消不消費得起 就是品 但是如果你 我看一看我搞定 我跟它神通神交 我自己智慧增長到的 而那件事到後來 你能夠改變世界的話 那你藝術的價值就很高 這個就相當有趣 因為我們讀藝術的評論 就沒有人敢講過 我相信不夠膽講 因為這些東西 大哥很subjective 藝術很subjective 總之去到藝術裡面 神秘的部分 就無價了 你見到今時今日 如果有一個人 還是夠膽去達文西以前 做解剖的工作室 做畫畫的工作室 你都沒有什麼 一定是知道 那些人是與別不同的 是 是 如果你根據剛才你的標準 那你看佛像 或者看唐家慈 有沒有這種經驗 其實它那個 那些是symbol 背後那套思想 你可不可以 跟背後那套東西 在能量上交流 好講自己的智慧 去到最後就是 就算你很高智慧 很open-minded 怎麼可以更open-minded 就是要遇到那些事情 那如果用你這個邏輯去推算 其實沒有止境 沒有止境 因為今時今日 到今時今日 當檔藝術 已經有不少藝術家 已經以自殺 做題材做作品 那有什麼 不可以更遠 第一件事 那你就明白 那個精神探索 當你有一幫人願意 找一些新的 真是真 新的 前所未有的新的精神 那件是一件 何其偉大的事 而藝術從來都鼓勵你做 政治從來都相反的 這個就是 你作為一個人類 你自己去想哪些好玩些 如果用你的標準 那在音樂上 找不找到同一個類比 音樂 現時的人類音樂 太依賴技術 就難一點 藝術你都可以 某種精神已經 即隔空都看到 但音樂不隔空 已經是要依賴技術 即特別它的傳播 傳播 它的製作 它的創作 都一定要依賴 你相對地 人類 人類所理解的所有音樂 都是跟空氣震動有關 你在真空已經不能玩了 但是剛才那個 雖然這樣說 音樂是 要透過一個媒體 你才可以傳播 但是 畫也都 即我這次去 也是一個真身的經驗 今時今日你在電腦上 你在畫策上 你不需要一定買 甚至你可以看到那幅畫 你可以認識到那幅畫 但是不等於看那幅畫 這個感測是怎樣呢 就是我去看 《國安捷路》 《Sistine Tramble》 司令那幅畫的時候 咦 畫策裡面沒有這種立體感 你去看就看到 你去那時 你就會看到 原來是有這個立體感 碧畫 碧畫就是怎樣呢 那件事本來好像是二維平面 但是它黏在一個立體上面 它是計算空間計算 所以剛才我們說的 除了立體感之外 你看那個方式不同 因為如果你看畫策 你就這樣 很舒服這樣看 但是如果你去看那幅畫 你去看那幅畫 你要惡高個頭看 對啦 你要惡高個頭看 上帝從來只能惡高頭看 你要有這些基本的引導 那就好些 所以這個 你不可以代替 就是一個親身的經驗 對 這個也有一個類比 就是有些歌或音樂 是要現場聽的 一定要現場聽 不是聽唱碟 不是聽互聯網 對呀 只是交響樂已經一定要的了 是啊 但是當然了 我們難保有一天 我們的藝術作品是怎樣 每人可能買一個手機 它已經是一個Hologram 整件事還不一聲 好像星球大戰 給你看回當時當地的整個博物館 這些都有的了 就是什麼清明上學徒都玩 對呀 對呀 我以前介紹過 就是那個應該是什麼 敦煌壁畫 敦煌 成大就做了一個3D 就是你進去模擬 敦煌這樣 當然了 我們很難去說 做一個判斷好還是不好 因為也有它的好處 也有它的不好處 但是老土都這樣說 就是我們去看過文藝復興的雕塑 或者畫 或者建築 基本上就是人類文明的一個高峰 高峰 精髓 就是人和世界的關係的 其中一種最好的表現手法 在那裡引玉出來的 好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了 拜拜